請你跟我這樣過 該做的都做了 為什麼孩子長不高呢 所以想長高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 長高更是有黃金席 你知道你家的孩子 在現在這個年紀 長到多高才算正常嗎 而各個不同階段 爸媽又該掌握什麼原則呢 按摩 轉骨方 生長激素 為什麼有人有效 有人卻拚了命就是不長高呢 食補要補 補過頭太早熟 步步又怕他競爭力不夠 面對這麼多艱深難題 快來請專家替你一一回答 我們邀請到小學科醫師黃崇林 中醫師彭溫雅 醫藥記者洪蘇星 以及三位憂心臟臟的藝人爸媽 洪杜拉斯 Julie 王衛玲 又來一起討論喔 你會擔心你的小孩長得高嗎 我真的會擔心 但不是我的問題 是亞蘭的問題 很愛推卸責任 不是推卸責任 這個數字說明一切嘛 我身高一期是亞蘭身高 號稱160 我就很擔心以後 如果我的女兒就算了 女兒小巧玲瓏可愛 對不對 但男孩子以後 如果長一個號稱160 永遠跟人家講話 都是抬頭看人家 自卑感就出來了 對不對 好像真的喔 很擔心啊 對啊 父母親一定會擔心 對 孩子身高的問題喔 而且其實有兩個生長的高峰期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第一個看我把握 來不來得及啦 第一個就是 一出生到一足歲的時候 這段時間可能可以長 25到30公分 我來不及了 我來不及了 所以像睡眠啊 心情啊 小孩的心情什麼各方面都很重要 那第二個 看來不來 第二個當然就是青春期了 青春期了 還可以追一下 這段時間你要好好把握 要把握 對 雅蘭是來不及啦 對 已經過了 他常常在跟年齊 跟年齊還可以長高嗎 又不行吧 但是我跟你講 這種矮子永遠不放棄希望 他到現在在問我說 我還可以再高嗎 你講我很難聽耶 他說誰啊 你有... 我說雅蘭 我好意思說別人嗎 你講矮子會統稱耶 嫂子也不高啊 嫂子 嫂子不錯喔 比雅蘭高兩公分 膝長兩公分 是... 佩服... 但你會擔心小孩嗎 我擔心得不得了 因為我知道那個小時候 尤其是我在我小學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我在全班是排名最後一個 你 對 我小時候才... 我國小畢業才一百三十幾公分 我很矮耶 我到了國中才一百五十幾公分 營養不良是不是 不是不是 對 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 對 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們家是那種清寒子弟 對 營養 我小學領過清寒獎助學金 領過兩百塊 這是我第一輩子第一次的獎學金 那因為我身高很矮嘛 所以我每次都站在最後面 每次召對...就召會的時候 還是要排回家入隊 我永遠都排在最後一個 他的兒子好像想到我自己 如果他有個什麼閃事的話 好像都是我的問題 是 是嗎 肯定是 肯定是這樣子 所以你做什麼努力 我跟你講 我從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 他的名字要去算一下 要長高的名字 要長高的名字 紅巨人 沒有... 紅長高 紅180 你要讓他完全不會有任何的那種 我對他不能夠有任何的愧疚 但是他到小學的時候 我就一直認為他還是長不高的 因為還是維持那種胖胖的 還是胖胖的 對 所以我就很緊張 我說什麼小孩子 都長不大怎麼辦 我們就去找中醫師 我試過很多的方法 我說去問一下中醫師 要不要... 看一下要不要什麼 有什麼轉大人的東西 看他看一下 對... 就中醫師一看到我 我就說你是... 你是... 我說我這個小朋友 我有把小孩子帶去嗎 對 長不高耶 怎麼辦 怎麼辦 小學四五年級 怎麼還那麼矮啊 又胖胖的 他說我看一下 他就叫我把小孩子 腳底板給他看 看腳底板 他一看到腳底板就說 你放心啦 這個將來會長得比我還高 我嚇一跳 但是我心裡是開心的 對 現在他幾公分了 我現在很高了 多高 現在178 真的很高 但是我跟你講 擔心擔心不完 現在換我女兒了 又帶去給同一個中醫師 對 又看腳底 但是他有說過這個 因為他在那個 從看腳底板的時候 他腳比較長 他恐怕沒有辦法長那麼高 對啊 所以我現在開始要找 很多的方法讓他長 我甚至於在他的鞋墊下面 放在什麼的 刺激腳底按摩的 對... 這個愛氣有沒有 我買過 我也買過 腳好痛喔 對啊 算起來腳好痛 為什麼我們買錯了 因為買成那個硬的塑膠的 走下來腳都整個痛到不能走路 好像發炎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對啊 所以我就認為說 小孩子如果說你在他發育的時候 做他一臂之力 不管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都願意 因為我真的 矮真的不是... 可是我覺得看腳底板 那個是不準 像我只有162 但是我的腳好大喔 我的腳要穿到39 40耶 真的嗎 對啊 所以根本就不準 我覺得才是一穿 我都可以穿耶 對 我婆婆更矮 我婆婆才160不到 153公分 她也穿39號腳 真的嗎 難得找到 是雅蘭還矮的 對 婆婆嗎 好開心喔 大概是這樣 對啊 可是我覺得踩腳的 我還滿相信的 所以我小孩子 小時候我就給她買那種踩腳的 我就每天叫我女兒在上面 這樣踩... 看電視的時候 你就這樣踩... 刺激一下 穴道 她現在15歲 只有153 你知道班上同學都174了 不過因為她是女孩子 國三耶 國三153 對啊 OK啦 我問什麼 OK啊 女孩子153家 怎麼見人啦 公司平啦 妳要是標準不要那麼高啦 妳要是太高 我找不到南北 國三耶 國三就不太長了耶 對 而且女孩子很可怕 就是我們大家一定都聽說過 女孩子如果月經來潮之後的兩年 就是她的成長期 然後就不會再長 我就非常非常的緊張 緊張到一點神經質了 就是因為我們家 楊家是住在那個 東門市場那邊 我們東門市場有一個口耳相傳的 街坊鄰居大家都是 就覺得很棒的一個青草店 那個青草店呢 然後就會抓那個青草藥 然後男生要吃公雞腿 女生要吃母雞腿 然後就燉給小孩子吃 那你給他吃什麼他也都吃 他也很希望他自己長高 然後晚上又很早就睡覺 然後不給他吃什麼炸雞 那些東西都不能吃 因為我怕他提早月經來潮 就是要正常的 那現在月經來多久了 就是兩年啦 天啊 難怪他剛剛 又傷心起來了 可是 其實現在快到了 對 現在快到了 所以我已經到了神經質緊張地 我常常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說 長高 然後我就拉著他的脖子說 長高 這也是亂用啦 壓力好高 妳被壓苗助長好不好 對... 一直去了... 因為我的心情... 我的心情我非常緊張 後來我就慢慢想 不對 我一直... 真的嗎 對 我在過了二十歲之後 我有長高 我本來是一百五十九 後來大學... 又長了三公分是不是 對 兩公分多這樣 妳這個其實... 好輕輕計較 對啊 兩公分計較 妳不懂... 妳不懂他們矮子樂的那個星星 矮子這兩個字可被人家修飾一下 不好意思 妳不懂他比人 對... 因為我整天在亞蘭旁邊 他在那邊講說 如果他的腿可以換到我身上 該有多好 他仿若他那個腿增長 是比中了樂透還開心的事 真的有人願意這樣 就瑞姐 應該就不用擔心了吧 最棒 我老公怎麼會不擔心 凡哥多少 172 號稱172 沒有啦 凡哥很高耶 他是斜墊著的時候 真的嗎 他也會... 你會擔心一下你的外型 直接就扑他的底 不是 因為他有跟我講過 他說你知道嗎 以前要做歌手 做偶像 多辛苦啊 真的...愛的迷惑 真的 愛情電車掌啊 對 鞋子都要墊兩層 然後墊著跳舞 所以他現在腰都不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希望說 他的小孩會高 但是你也高啊 對啊 你那麼高 你剛才男哥高了 你多高 我167 對 OK啦 就不能擔心啊 很好喔 你打個九折 女兒都有160 對不對 他女兒已經只有162啦 對啊 已經162啦 才國小二年級 不是 國小二... 國小二年級我要帶去比賽 國二啊 國二162啊 對啊 國三152 153 比較大一年 他還高了9公分 他有押韻耶 國二162 國三153耶 對啊 好強喔 妳這樣子 唉唷 真的 真的太強了 你有從小幫女兒 怎麼樣子加強嗎 其實因為我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嘛 我其實反而那個時候是 剛開始比較擔心兒子 因為我兒子早產 然後早產的時候 就比一般的小孩小嘛 那就很難養啊 他到小學也都小嗎 都小耶 其實還好啦 他大概小學開始 就開始一直追上去了 小一開始就一直追上去了 妳有盡了很多的努力嗎 有 我們那時候的那個 瓦斯爐啊 有五年從來沒有斷過火 二十四小時喔 現在在家開火 你們家開火肉店的喔 還在做補品嗎 不是 就是補品 你知道嗎 就是用那個瓮有沒有 就是燉牛骨 牛骨 番茄 紅蘿蔔 我每天用那個湯頭 去煮稀飯給他吃 用麵條 所以那個骨頭的那個東西 其實基本上 真的吃五年都沒有 而且我聽說Julie姐 不是說食補 聽說妳還常幫他們按摩 對 那是我是勞工 老公 你知道嗎 這按哪裡嗎 你知道我的外號 就是他們講說 陳師傅就是我老公 他說陳師傅不在 那今天叫陳師傅的太太來好了 就來了 還要放一個毛巾 好 小姐今天是要右腳 還左腳先講 請問哪裡要先加強一下 是是是 然後又趴著嗎 還是要正面 不得了 就是整個那個腳都要按 而且我要買不同的那種按摩油 有沒有 對 對 對 伺候他們 然後幫他們按得好好的 當他兒子真心情 但看到成果啦 兒子多高 不是啊 185 185 185 150喔 185啦 185啊 對 長得又不高 耳朵又不好 真的 不是 我是故意 我是忌妒啊 是不是忌妒 忌得很耶 185 162的185 所以我想我應該已經過了那個 擔心的坎了 很好 跟兒子跟凡哥走出去 勾他了我爸的堅持 爸爸跟我們在旁邊跟他講話 我們他講話都是這樣抬著頭 跟他講的 開心啊 開心 太高了啦 對 太高了 這是我們學習的方向 你幹嘛 進度吧 幹嘛這樣子說 不好找女朋友 不會 太高了 你幹嘛怕人家坐公車 怕抵到頭啊 他才高一耶 那再長下去大肆的話 就220幾公分 那就為國家效率啦 打國家隊啊 對不對 因為長到現在應該差不多了吧 我覺得是他的運動量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還很難說 因為他的鞋子穿13號 像那個林書豪 他的爸爸媽媽一點都不高啊 對 你看林書豪長到這麼這麼高 而且你說這個時間喔 到底怎麼抓 我們整天抓說 長高的黃金時間 對 但你很難確切地說 他到底在什麼時間會不會繼續長 我就是高中才突然拉高的啊 為什麼好難喔 好難講喔 好險喔 戴心死了 所以到底青春期是指 大概什麼樣的年紀呢 對 那一般來講 我們女生的青春期 大概11歲以上就會進入 那男生就是11歲半左右 但是女生有一個指標 就是那個出金有沒有 其實他其實在出金之前 大概兩年左右 他就開始在拔高了 其他的第二性徵就會先出來了 所以等到出金的時候 表示他大概也是剩下兩年左右了 那是真的兩年 出金兩年內嗎 對 就是一般來講 但是我知道這個範圍很大 像剛剛也有人分享到 到了18、19歲他還在長啊 那表示他後面的那個 生長版的那個育兒的時間 很拉得很長 這也是有可能 每一個人其實狀況不一樣 所以永遠不要放棄信心 不過更年期應該就來不及了吧 長出了兩個長高的時間點 所以在這個這邊 這個4到9歲 這個比較長高的時間 這個時候的速度是很平穩 很緩慢 很平穩的 你不要看說一年 生長5、6公分很長 其實還好 你乘以下這個5 大概這一整個小學 才長20到30公分 不會很高啦 但是到青春期的時候 會往上拔 很厲害的 甚至可以一年長到 到男生可以長到13公里 厲害 所以像洪哥 我以前也是這樣 就是都是第一排第一排 然後一直到高中 突然之間就一直往後退 就拉高了 對 但是你現在也沒很高啊 對 我受到最挫折的意思是 高中畢業去成功領 我的身高現在是 平均 男生平均身高 正剛好的那個平均點 多少 就17...173...174啦 我現在174 你跟我一樣高喔 對對對 你鞋子比較高一點 師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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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高啦 就很高 但是你知道我去... 我去成功領的時候剛好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去 我是整個連最矮的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難道我在... 就是我是劍中 難道我們讀書的人 真的都是... 長不矮 長不矮 原來世界上男生那麼高 後來我才說我是天龍連最後一個 這全部都是天龍連 每個都好高 然後只有我最後矮一個 但是其實那個不是正常的 OK 所以我們回到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時間點大概是這樣 但是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特別要小心的點 就是在他拔高的前一年 他會突然停滯 這個是大家比較不知道的 就知道快要拔高了 比方說四到九歲的時候 每一年可以長 中間突然一年不太長 那家長開始很緊張 不要緊張 你的青春其實就是 下一年就開始長了 所以那段時間其實是 了解 我覺得要大家最小心 因為有時候那段時間 家長太焦慮了 然後就會整天開始到處求醫啊 然後問說我的小孩 到底是不是吃不好啊 那我們剛剛講說 長高的因素 大家都曉得有基因 有營養 有睡眠 還有運動 不要忘記還有一個 是心情 心情不好的孩子也長得不高 那包括如果更嚴重的 譬如說像被棄養的 會家庭虐待的啊 他其實心情非常非常糟糕的 那孩子你看 長得都不會太高 因為他的心情影響他的身體 所以如果那一年 你特別焦慮 特別緊張 然後整天逼他吃這個吃那個 其實你反而讓他生活 過得很快樂 每一次講身高 最後我都來不及講這一段 我要跟大家講 在這個青春期的時間點 他有的時候發得快 有的時候發得慢 像我們洪哥跟我就發得慢 對 在發得慢的這些孩子 如果你在家每天 都在提他的身高 你等於是 你知道我意思嗎 可以給他這種心情 對 你應該在家裡 每天鼓勵他 就是如果有人跟他說他是矮 就是一堆跟矮有關的 一些不好的聽話 你應該在家鼓勵他 每天拿湯姆克魯斯的照片 或者是什麼 湯姆克魯斯在西方世界也是矮 就是矮啊 所以這樣很矮啊 你給他激勵就對了 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 如果有成就的人 他在當地的身高都是不高的 所以你不需要為你的身高 去做任何的自卑 那你拿拿破仑不是更有用 對啊 這幾乎一百五十九 對 可是 是啦 沒有錯 不過拿破仑因為那個年代 遙遠一點 影響程度沒共鳴啊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你應該在那個孩子青春期的時候 你反而是不要太在意他的身高 應該是給他自信心 讓他知道他的能力 他的尊嚴 不來自他的高 是是是 志氣要高 身高不一定 那你剛說 女生青春期可能出金來兩年內 黃新時期 男生沒有出金 所以從十一歲半開始 他有沒有抓一個時間 所以男生就很難去摸到 你還剩幾年 只能去照古靈 是這樣 對 所以我們常常去醫院 比如說你擔心你的孩子 到底是真的是晚發型的 還是真的他古靈又快癒合了 你就去醫院照一下 我們就會告訴你 他現在古靈的年齡 跟他實際的年齡 到底差多少 如果說你今天孩子是十三歲 古靈一照十一歲 太棒了 你還很久嘛 那如果你的孩子十三歲 對 古靈一照十六 那糟了 可能真的快要見 彭醫師也沒有辦法中醫來看說 孩子還有長高的空間啊 是不是多按摩啊 穴道啊 像July姐一樣 暗暗的185這樣子 有用嗎 腳底的那個長度 跟身高有一定的比例 比方說我們十歲的時候 我們肚臍上下半身應該等長 在那個之後 我們 對 然後我們的腳掌跟我們的手掌 其實是等比例的 大家可以來比比看就會知道 所以有的人就先天 手掌就比較長 他腳掌就比較長 所以這個跟身高 對 我手小腳也小耶 對 這個有一定 在科學上有一種統計的相對性 所以他跟身高大部分 手比較長的人也長得比較高 它只是一個比例 對 但是就像瑞琳姐講的 不見得 有的人腳很大 可是他不見得就長得那麼高 對 所以中醫不會覺得說 要去照X光啦什麼 他覺得就是自然 以我們這個腳掌為例好了 那我們按摩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內側就是陰筋 外側是陽筋 這三條就是乾皮腎 三條筋肉 都是走在這個內側的位置 對 所以按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是從 我們要先按腳趾 永拳就是在腳底的 是在腳底的正中這個位置 犧牲很大 來 那今天大家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通常我們一定要先按摩 一定要從這個就是大拇指 然後第二指 第三指 第四指 第五指 先做就是所謂暖身的動作 不要一開始就猛著往那個 就是永拳去猛按 這樣是錯誤的 因為就肌肉的分布來講 這邊是屬於頭的位置 然後食到氣管 到永拳是屬肾的位置 然後到竹根 所以我們會由前往後按 這樣子整個揉捏 然後按完之後 再慢慢的往上 先按音側的肌肉 可以用我們的這個就是 其實它就是一個大範圍的 你這樣子滑上來 對 因為一次就可以按到 三條肌肉 然後最後再按外側的 這三條羊筋這樣子 整個這樣按完之後 其實連腿一直到這邊骨盆 都是可以按的 對 我問一下就是說 我們的順序有沒有關係 就是說 比如說是 由上往下 還是由下往上 因為肌肉喔 它其實羊筋跟陰筋 一條是往下走 一條是往上走 所以我們一般都是 比較好 我覺得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吃東西的營養 還是很重要啊 為什麼外國就是 譬如說我姊姊的小孩 他就長得非常高 因為他們在美國成長 他們吃 人家就說他吃美國食物 叫林書好像吃美國食物 所以他長那麼高 那坊間就有很多的 譬如說也有一些 賣一些那種生長技術 什麼要轉大人那些東西 對 有啊 那種東西到底有沒有用呢 其實轉果方 它是有不同體質 應該要不同的配方 像之前啊就是有 像榮總光是五年 就收了十六個案例 那十六個案例 他們是什麼中毒 叫烏頭鹼的中毒 那那個烏頭鹼的中毒啊 像之前那個男生 他十六歲 現在小朋友其實 也很在意身高 他就自己去買那種 這種轉大人的東西 去買轉骨方來吃 結果吃了之後 一開始就覺得心計 心跳得非常的不舒服 後來被送醫的時候 是昏倒送醫 後來才發現 其實是已經中毒了 然後就發現說 可能他買的那個轉骨方裡面 不知道是哪裡買的 可能有父子 可能也沒處理好 或者一些烏頭的東西 可能他不知道 那其實如果沒有處理好 就是這 可是我覺得那個小孩 至少都有救回來 因為他只是昏迷 之前我聽過一個 最慘的是家人啊 家人自己 也是爸爸愛子心切 想說我不希望 你跟我一樣都沒有長高 所以從小他就非常在意 他兒子身高比人家矮 然後他就去類似 那種國術館有沒有 然後去弄黑藥丸那種 回來給他吃你知道嗎 然後那小朋友吃吃吃啊 其實有沒有長高不知道 但他最後被緊急送醫的時候啊 醫生說他除了腎臟有問題之外 他其實是因為中風送進醫院的 然後他為什麼中風呢 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他吃的那個 所謂的黑藥丸裡面 有那個我們現在已經禁用的 那個馬兜林酸內的中藥 那那個中藥 可能造成他腎臟的問題 也造成他血液的血壓的問題 後來送進去就是已經中風 後來沒有救回來那孩子 因為他長期吃 他爸爸就是一直想說 一直吃一直吃 總有一天要長高嘛 你知道什麼蜈蚣傘 什麼那一類的啊 他都吃 結果後來就是死掉了 可惜 好可怕 那吸藥的也有什麼 生長激素 吃的哪有效啊 對啊 注射的咧 注射的話 目前看起來 有一些些隱藏的危險 譬如說第一個 治癌嗎 他可能會 治癌是其中一個 因為在動物的實驗上 有可能會有治癌的風險 那第二個就是 他有可能會有 爐內的良性的高壓 就是他可能腦袋 沒有長什麼腫瘤 可是他只能在那邊頭痛 好可怕 爐內高壓 第三個是我們骨骨會 這個骨頭 就是這個大腿骨 跟髖關節這邊的骨頭 有的時候會滑脫 那滑脫就糟啦 你就要打石膏啊什麼的 那第四個就是 長太快了 結果脊椎側彎 因為他肌肉沒有辦法撐不上 跟不上來 對對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 血糖會飆高 所以有人認為 會增加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 這些機率其實 說老實話 你真的要去查 風險也沒有 比例其實沒有那麼高 所以很多家長說 我其實天不怕地不怕 你講那個副作用的機率 副作用機率那麼低 我的小孩哀針 又不是我哀針 哀個兩年 如果能夠幫他長高 我就偷笑了 這就是我剛剛講 特別要提醒大家的 這就是一個價值觀 你在那兩年當中 每一個月大家去打針 你就是要告訴他說 如果你不長高 你就是沒有用 所以你必須要靠打針 才能夠達到 大家對你的期望 那我告訴你 生長基數不是百分之百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有一半以上的人 打的是根本沒有用的 跟原本是一樣的 那可是你已經在他 心裡面埋下 他是一個癌子沒有用 這樣負面的一種訊息 其實對孩子長久以來 是不好的 可是你知道那種門診嗎 人超多的 真的啊 就是很多醫生都說 來啊 其實醫生會評估 通常會評估說 你大概先看 生長版的情況 比如女生 通常媽媽帶去是說 醫生 醫生怎麼辦 她已經開始發育乳房了 那是不是表示她 其實能長的空間有限 所以醫生會幫她 檢查身體 然後再看一下古靈 然後他們會算一下說 她現在好像真的 已經開始在發育 會幫你估算說 她大概能長到幾公分 那通常一般醫生會建議說 我覺得她如果能長到150左右 其實她絕可以 因為一般的生活 什麼不會有困難 不會說我拉不到把手 或什麼這都OK 所以還有一個 你的建議都會是說 那我就給你 建議食品啊 運動啊 什麼方面 讓她能長趁這段時間 儘量長 通常是這種 可是媽媽通常不會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打針 就是說用打針 她能長多少 甚至有一些是來 其實已經都很比 那種一般同年齡小孩子 都已經算很好的 但她說不行 我覺得男生呢 她就應該要長到170 180 因為你看她爸爸 當年就只有170 所以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她從現在就要打 而且就要自費打 所以現在這種門診真的 很多這種爸爸媽媽家長 就是帶著去打 真的啊 所以打中生長技術是 我要求我自費 我就可以打的東西 她就是我要自費打 那醫生通常會百般告訴你說 其實她的生活功能沒有問題 你還不如這段時間 就開始教育她 然後波倫有多偉大 是不是 好聊 而且你知道我們很多人 都會覺得 你們在ABC 為什麼同樣亞洲人 放到美國就長那麼高 一定是他們飲食當中很好 各位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怎麼可以只學一套呢 他們在美國的飲食 也許蛋白質量比較高 當然垃圾食物也不少 問題他們還有很多生活的型態 是我們亞洲人沒有去遵守的啊 對 他們每天都運動 而且他們睡得比較多 對 而且他們有這樣的統計 就是說 他以小學四年級和五年級的 小朋友來比 就是像我們小孩這一代的 就是十五歲左右的 比那個現在十八歲的 就矮了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睡眠是越來越少了 除了讀書 升學壓力之外 現在小孩子 他掛在網上的時間很多 不單純是升學壓力 宅在家裡 對 他就這樣子也不睡覺 他有時間 他就要掛在網上去這樣子 所以睡眠的時間就越來越少 就壓縮空間 一般父母沒有想到這個面向 所以我應該講說 我們家的小孩真的是 為什麼會長這麼高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說 因為我的小孩是念外國學校 所以功課沒有那麼多就對了 對 也不能講說他的功課 他的功課的運氣很不一樣 可是我的兒子 一天有六個小時是在球場 真的假的 對 從外國學校 而且 不是啦 他不能這麼鬆 你知道運動是 我覺得是 不一定是比功課不重要 對 當然 我跟你說這個叫做 體制的問題 所以應該是要 我覺得是應該要平衡 當然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的那個睡 就是你知道嗎 他的睡眠其實是會比一般的小孩子 來得早 對 剛剛講青春期 有一個十一歲開始 對不對 女性來講的話 所以像我女兒小三 九歲 然後跟周邊的一些家長 有的已經小孩 女兒小四啦 之類的 大家最緊張的事情就是說 我女兒小四 胸部好像開始長了耶 好緊張 我女兒小三 好像那個特徵 是不是快跑出來 我跟你講緊張死了 對 所以有性早熟這回事 我覺得很早 很擔心的一件事情 對 你們會擔憂女兒性早熟嗎 我當然會擔憂啊 因為像我女兒她小學的時候 小... 由於她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就發現她們班上的女生 已經開始長內內了 小二啦 好可怕喔 因為胖胖 胖胎 小胖子 然後就已經開始長內內了 然後呢 到了那個小學五年級 班上老師就問說 就是調查一下 就發現很多人月經都來了 好可怕喔 後來就想到 因為校門口 常常都會有賣那種 雞排攤啊 那種大雞排 小孩子下課 就去買一個雞排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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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這樣吃 那後來我才發現 除了雞排這種東西 有荷爾蒙之外 會讓小孩子清早熟 甚至有一些什麼水果啊 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用農藥 還是什麼東西 也會讓小孩子吸收了太多的 其他的荷爾蒙等等 是真的這個樣子嗎 這個待會兒我們要來探討一下 探可嗎 聽說妳的小孩 對 我非常 小三就... 不是 我的小孩是我本身 他小孩 我很擔心我小孩性早熟 我記得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我小三就是搬花 因為我那時候就... 誰在搬木頭的 還是搬垃圾的 真的是搬花 你們家只有... 你們那個搬只有一個禮的嗎 沒有...很多... 很多禮的 他是他們搬上專門搬花的 那個是後來的 我們那是搬水桶 你跟他們解了解 我小三的時候就有C罩杯 你說是不是搬花 小三 而且我小三的時候啊 出金就已經搬了 那不是幼稚園就開始長胸部了 應該是小二的時候開始 一下就長到C罩杯 我應該就是傳說中的性早熟 小三出雞 小胖妹 所以到小五的時候 不就整個生長就停下來了嗎 沒有 他小胖妹 我小三的時候就156 小三啦 156 很遺憾我現在只有158 後來就真的變搬花 搬盆栽那種花 真的喔 所以我現在特別擔心 我小孩有性早熟的問題 但我現在就只知道要做兩件事 第一叫我們不要吃太多蛋 第二就是好像有聽說 看那種偶像劇 有那種愛情片啊 會刺激小孩的腦部 有性早熟的可能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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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看韓劇 看那偶像劇 然後在那邊打嗶床戲 然後刺激它的什麼生長因素 什麼想法 什麼分泌的 真的不必看偶像劇 現在看卡通都有了好不好 卡通也在那裡 對啊 你沒有注意到嗎 真的喔 性早熟會不會遺傳啊 好可怕 那它的特徵會是什麼呢 來 黃絲 先回答性早熟會不會遺傳 答案是會 會喔 真的喔 不分男女嗎 也不能看偶像劇 也不能吃炸雞 也不能吃 還是會遺傳啊 跟偶像劇還有跟那個蛋 跟偶像劇絕對沒有關係啦 那個不會影響 那不會影響 那可以盡量看 會 那蛋呢 小孩還是不要看 那是心理上的問題 OK 那蛋呢 蛋的話 如果你的來源是正確 理論上也沒有關係 主要是因為很多肉品 是受到磁吸素的污染 這方面我們才是擔心的 我們要小心的是 一些環境荷爾蒙 就像你剛剛講的 這個蛋沒什麼了不起 炸雞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包裝呢 如果它的包裝是塑膠袋 那可能不是那個雞的問題 可能是塑膠袋 融出一些環境荷爾蒙 讓它反而會有這些問題 可是真的有這麼恐怖嗎 你看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也不曉得什麼塑化劑 也不曉得什麼什麼荷爾蒙的 對 我們還不是隨便下課去吃 什麼都亂塞 可是我們也是長成這樣啊 可是以前的商人 沒有添加塑化劑啊 就是前一陣子的商人 我們才發現現在商人的添加 其實是你當時不知道 因為如果以男性的 金蟲數量來看 當年跟現在已經差很多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 你為什麼要不能講這個話 看我的眼神這麼肯定呢 肯定有差 我承認我品質比不上年輕了 沒有 是說因為他們在制定說 什麼樣的金蟲數量 算是正常的男性的金蟲數量 這幾年 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 男性正常金蟲數量 可能是五十年前 一半不到 更一定 那你說我沒有 因為你們我們平常也看不到 所以你不知道他不知不覺 正在影響你的荷爾蒙 跟內分泌的因素 可是性早熟的那個遺傳 媽媽會遺傳給女兒 還是兒子也會啊 通常都是同一個 性別的你會比較了解吧 因為男生的這個 剛剛講 男生的這個第二性徵出來 時間其實很模糊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確定 那如果真的是早熟的話 是不是有一些特徵可以來做研判呢 那譬如說女生八歲以後還好 但是八歲以前就開始發育 甚至八歲之前月經就來 小二以前 對 這就非常 表示他真的是性早熟了 如果真的遇到這種狀況 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的小孩 是這樣子 他有去門診 然後好像醫生有給他處方 就是有打針還是什麼之類 去讓他這個東西延後 不要那麼早來 你說出經嗎 對 好像有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這樣嗎 會先長胸部嘛 對不對 有在某一些孩子身上 我們會做這樣的處理 但是這不是必要的 因為根據研究 大概可以知道說 你如果把他的這個 出經的時間往後延的話 但他其實生長的 時間變久了 但是最終的身高差不多 我們剛剛說我們現在這樣子 兩年那我可以把你拉長 可能三年四年 問題是最後最終的身高 可能沒有影響 可是這樣的處置 有的時候是有必要的是 這個女生因為她 鶴立雞群 她開始跟同學相處 苛刻不入 被嘲笑 被大家排擠 或者是她開始要這個 你知道要換這個衛生面 所以他們美國現在在 很關切的問題 就是說她明明是一個 小女孩的心 可是還有一個女人的外表 造成他們心理上 或在同儕之間 融入很大的困難 對 所以有時候給你這個是為了 希望你不要跟同學 有太大的差異 而不是為了身高的問題 對 了解了 男生性早的時候比較少 所以男生如果真的很早 就開始有這些問題的話 我們反而會擔心 她是不是身上長了什麼腫瘤 反而男生 因為男生 我們剛剛講這些東西 幾乎都是女性荷爾蒙實際素 比較少是男性荷爾蒙 什麼你給他打 什麼類固醇什麼的 所以原則上男生比較少 那還有我們可以看古靈 剛剛講說這個女孩子 如果說你今天不太確定 她到底這個八歲已經開始有 好像有要好像 因為肥胖的女孩有時候 很難分辨 她這時候古靈就可以派上用場 但好像性早的時候 女生身高不會超過153 不能這樣講 是這個意思嗎 是說預測身高 你可以發現很多性早熟的女性 她們跟我們分享的是 她已經長很高了 就她跟同年齡來講 她已經長很高 所以她提早到了那個高標 她已經快要 骨盒快要密合了 所以真正有問題的是 她已經到 快要到高標了 已經這個初期已經來了 可是她目前還很矮 所以預測身高 只有153以下 這時候我們就會擔心了 想說哇 你生下兩年了 可是人家性早的時候 雖然她是很比較早 可是她已經長到差不多了 那你怎麼還沒 這時候我們才會擔心 了解 不過說到性早的時候 吃什麼東西真的會有影響嗎 那哪一些食物 可能會是禁忌 又為什麼呢 我沒事 像比方說剛剛講的水果 其實現在的水果 都有所謂的 吹熟樹 吹熟樹 它讓它早熟 那比方說它是蘋果 葡萄 或是芒果櫻桃 這一類的一些水果 那不知其他情況下 其實小朋友 都一定會吃這些水果的 然後多吃了 就導致它會 就像生長激素吃多的原理一樣 會早熟 那再來就是一些肉品 肉品的話 最怕就是它就是打 食堂激素荷爾蒙 這些雞肉 或者是牛肉 尤其是雞 本來是要養一個月兩個月 只有三天就已經 變肉雞可以吃這一種 對 就是激素非常的多 會殘留在體內 那再來就是保健品的部分 其實有非常多的媽媽 都會覺得說 小朋友會不會營養不良 功課壓力太大 很早就給他補充一些 口服的保健品 包括什麼蜂王乳 蜂王薑 人生液 或是一些高蛋白的飲食 想說這樣子可以頭好壯壯 是不是這樣會抑制我們骨頭的生長 它導致性早熟之後 它就不長了 變這樣子 再來就是最不好的 高熱量油炸的食物 就是想說多吃蛋白質 就多吃一些變成肥胖 所以說很多現在小男生 都男性女乳症 就過於肥胖 這樣子也是長不高 會性早熟好像有很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 就父母給他太多一些 好像過度的關心嗎 關心但是好像又不對的方向 對 除了剛才那些食物之外 之前我有寫過一個案例 他其實是 小一那一年就開始發育了 那後來他是去看中醫師 然後跟中醫師說怎麼辦 我女兒小一年 現在才小一就開始發育了 中醫師說奇怪 他平常都吃些什麼 他說其實也還好 但是因為呢 他們就是很有錢的人家 然後一直覺得小朋友 好像小時候就怕冷或幹嘛 他們家很有錢 你知道嗎 然後他那麼小就給他吃肉 然後他說 你這個東西是炸補的東西 你那麼小就開始吃 那當然會造成他身體上一些變異 所以那小朋友 小一就開始出現 可是另外一些醫生 他們在小兒內分泌門診 看到最可憐的案例是什麼 他說通常是這樣子 媽媽帶來的時候 我可能就說 醫生怎麼辦 乳房開始發育了 或者醫生怎麼辦 他好像月經來了 那醫生就會跟你說 那沒關係 我們還有兩年 我們趁這兩年 趕快好好用食物或什麼 或者你跟我配合 我們怎麼樣去讓他 趁這兩年長高 在骨盒壁門 這個時候媽媽通常心裡會想說 西醫好像對這沒有什麼用 然後於是乎就轉 然後不知道去哪裡 開始吃什麼方子 就聽人家介紹什麼 轉骨方什麼 吃一堆回來 他說我不幹你 他說要看到一個最慘的是 隔兩個月 不到 兩個多月來 上次來就是還在說 怎麼辦他已經出經 都來了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來 一看古靈說 你做了什麼事情 他說短短兩個多月 他不知道去吃什麼 他古靈就快速的成長 那個生長板 整個都快合起來了 他說他去尋求蜜蜂的結果 並沒有讓他迅速長高 反而是 你蜜合就長不高了 對啊 所以他就說 他一直告訴這些家長說 你不要再亂吃了 因為你的結局 不一定剛好是 往你想像的方向走 他沒有抽高 他是整個生長板蜜起來 所以這真的還是要小心 對 剛剛這叫性早熟 性早熟它可能影響到 長高的問題 那你們會擔心性晚熟嗎 也會啊 因為大家說 是不是性晚熟的情況之下 對於小孩的發展也會 是男生女生也都是一樣嗎 需要擔心嗎 像我們有的時候 門診有女孩子 到了國中了 不要說沒有月經了 連第二性診都沒有 這時候 他已經當了十幾年的女生 我們來抽了血才知道 他的基因 他的染色體是X0 就是他只有一個X 另外一邊是沒有 這個我們叫 就是一個特別的一個 染色體的疾病 你知道這件事情 你就要介入啦 因為這顯然 你不用再很自然的來 我們來運動啊 來這個曬太陽 還有營養 他就會長高 不會了 因為他的染色體 本來就有問題 就是一定要介入 怎麼定義叫性晚熟呢 他是比如說幾歲以後 或什麼的 一樣的大概就是 我們剛剛說 女生比較早嘛 大概是九歲開始 大概到十三還沒有 就要想 國一 國一還沒有 什麼都沒有 不是月經了 就是連第二性診都還沒有 就是性晚熟 就要小心 對 就要去看一下 男生的性晚熟 大部分都是正常 我們家都是兩個兒子嘛 聽起來好像困擾 比較少一點 對 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一點 就會慢慢來啦 可是他 他對於身高來講 性早熟或性晚熟 就是說好 他可能只是 他在生長的時間 早快慢而已 因為他的終點身高 還是都會到達那裡 是這個意思嗎 如果是正常的基因 或是沒有長腫瘤 那的確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沒有其他擔心的部分 對 好 但是我們還是會擔心 真的 天下父母心 父母還是會跟他說 你跟同學站在一起 你怎麼會矮人家這麼多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求教於中醫 看能不能幫他調理身體 吃一些補的啦 所以彭醫師 這個青春期 我們現在就撇開性早熟 性晚熟囉 青春期當中 不同的體質 我們應該怎麼幫小孩來調理 一般就是很常見過敏體質 就是那種黑眼圈啦 然後皮膚會過敏 或者是常常咳嗽氣喘 變天就會開始一直感冒 流鼻水這一種的過敏體質 那調理的方向 當然是以改善過敏為主 其實改善過敏 有一個很好的穴道 之前都教過大家 就是這個 因為河骨穴走這個大腸筋 對我們改善皮過敏 跟皮膚都非常的好 比較好 可以常常按摩 按完腳之後 過敏的小孩就加按 這個河骨穴的位置 那第二個就是 所謂虛弱體質 這也是屬於很大宗 大概百分之八十 長得比較不好的小朋友 都是屬於這種虛弱體質 可以吃個黑豆芝麻粥 黑豆芝麻粥 對這種我們就是 比較偏補腎 像芝麻啦黑豆 這一類的食材 不分男女嘛 對這不分男女的 那第三個就是 比較會焦慮啊 憂鬱這種小孩子 在我們來講 它是比較會有一些 乾氣郁節的現象 所以一般我們是 調理脾胃 吃一些蓮子啦 百合 山藥粥這一類的食材 是可以的 好 對 最後是有一些小朋友 他比較會 失眠心悸健忘的 這種就是小朋友的 所謂 意思就是說 他的心氣不足 然後腎氣也比較弱 一般我們就是 胡桃羊肉啦 這一些滋補心腎的食材 來調理就可以了 我覺得另外一個部分 也要注意 要做什麼跟不吃什麼 比如說現在家長都會 注意到說 那我要給小朋友 吃足夠的鈣質 因為他覺得要有鈣 他才能長 所以他們會喝像牛奶啦 然後什麼吃小魚乾啦 生綠色的蔬菜 像芥蘭菜啊 這些的鈣都非常多 後來醫生就發現 這小朋友 通常有兩個情況下 即使你吃鈣 他也不會長很好 一個是他沒運動 他說醫生說 我給他吃了鈣之後 我一定要做那種 像跳繩或什麼運動 因為你要告訴你的骨骼說 我需要建構好的骨質 因為我有這個運動的需求 那個是他如果喝很多 可樂啊或碳酸飲料 他發現有些可樂或碳酸飲料 因為有磷酸 他說他如果吃很多磷酸鹽的話 他會影響鈣的吸收 所以他雖然這邊喝了鈣 那邊吃了很多磷酸鹽的東西 結局是他不一定的吃進去 所以一方面當然 你說有充分的蛋白質的吸收 良好的蛋白質來源 比如說蛋可以吃 不用太怕 因為它是很好的蛋白質 那豆類也是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那奶類也是很好的鈣質來源 那你有蛋白質有奶 然後加運動 其實就很夠 可是另外一個很重要 其實睡覺真的超重要的 你之前有採訪過一個案例 他小時候就是 一直都比人家矮 睡不好 每天都黑遠圈 然後特色就是他很會打呼 他從小就超會打呼 就去給醫生看 醫生就說他有一個線體太大 塞住了 所以他一直呼吸不順 那那個小朋友原來就是 都比班上矮都做第一排 然後成績也不好 結果他就後來說 因為塞... 他也嚴重幫他開刀 把那個東西拿掉 結果你知道嗎 他開刀之後他不打呼對不對 他黑喉臉不見對不對 他一年長了八公分 極速長高喔 極速長高 而且連成績都進步了 這是因為他有好的睡眠品質 醫生說因為他之前幾乎 可能都睡得非常不好 因為他摔得太嚴重 這我相信 睡眠是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我們家小孩子是在幼稚園以前 都是七點鐘睡覺 然後到了小學六年級以前 就是八點半 然後初中以後九點 然後呢 初二以後可以到九點半 現在他們的時間就是九點半 我讓他們有一個三十分鐘 九點半到十點中間 一定要睡著 我覺得是只有這樣子 他才能補負一整天 現在還有啊 當然啊 你確定他們在睡覺啊 一定 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 他到那個時間 他就飛睡了 真的啊 對 因為他們六點鐘 因為哥哥的話 就是我兒子的部分 因為他很早 五點四十他就起來成練 成練 就是練球 早起就對了 他必須要早起 他怎麼這麼年輕 就過著王永慶的生活 王永慶是毛巾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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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來做毛巾操掉了 因為都滿兩點的可以 所以我覺得說 除了營養之外 其實我覺得睡眠 睡眠 對我們的小孩子 其實是真的很重要 而且可以讓他一整天 他的心情也愉快 集中力也很好 是 那中醫師 有沒有食療 你可以建議大家的 有一位藥材 倒是可以偶爾來當成食療 就第一個 三七針肌 這什麼東西 三七其實是一個中藥材 它是屬於活血化瘀類的藥材 什麼意思呢 我們中醫覺得說 如果你長不好 可能是身上有瘀 哪個地方不通 所以你的肌脈 沒有辦法通上 那我們給一點活血化瘀的藥材 不會亞苗助長 也不會去補古靈 也不會讓生長板提早退合 還不錯 三七 三七 然後一整隻雞 整個下去燉湯 第二個更好 山藥羊肉湯 在這種季節 快要接近冬至的前後這種時候 其實山藥補育肺 然後小朋友 羊肉滋補強壯的效果比 牛肉什麼都好 再來第三個 山藥連子粥 就是1比1比1 早上的時候 可以當成早餐來吃 對 可以增加我們的記憶力 對 然後臉子 也可以改善我們的肺部 跟護理的現象 還不錯 山藥這種天然的東西 因為它有天然的荷爾蒙 吃多了沒有後遺症 比較沒有 就是所謂女性荷爾蒙殘留的位置 因為它是DHEA 它是一個荷爾蒙的前驅物 所以你會想說 男生女生都能撐嗎 是 因為它是更前驅的東西 所以它會依據女生 以前感覺好像山藥 應該都是女孩子在吃 其實它那個是更前驅的物質 人家他如果要打中風 是要到200 不用了啦 這樣子 好小氣 你分一點身高 讓我們孩子長一下 放給我5公分 你還180咧 你們就早兩個小時睡覺 很快就長 其實有一些原則對不對 最後黃醫師幫我們提醒一下 我們最近也有一些什麼長高氣 叫你躺在那邊拉拉拉了 我只希望提醒大家不要特別的去 嘗試這些新的偏方 或者是一些機器 你想想看 你拿兩根木棍 中間綁個橡皮筋 你用力拉 請問是木棍長長還是橡皮筋拉長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你今天把你的孩子腿 每天上拉高氣 只有你的關節的軟骨會拉長而已 你的骨頭不會長 對 所以對他來講 他只反而把負擔在那個關節上 不過我想父母的心 永遠是希望孩子 永遠是最棒的 包括了長高這件事情 對 而且我們的電視教很多 大家有關於健康的觀念 育兒的知識 所以現在要做一年的總驗收 我們舉辦了一個 百米大會考的活動 只要你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麼答對十題的題目 就有機會跑到百米終點 可以拿大獎喔 什麼獎啊 我們的大獎有氣炸鍋 還有草米要送給大家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網站來參加 是的 謝謝 謝謝 謝謝